我们在讲习 过去常讲啊 人死了就不得了 麻烦大了 但是轮回之所以然 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报道啊 都没有说清楚 是在对于这个事情 讲得清楚 讲得透彻 是在佛经里面 特别是在大乘经论之中 才是真正认识了宇宙人生的本来面 佛虽然说的很多 我们学佛的同修也听得很多 也看得很多 但是对于 阴前的境界 依旧迷失 而不能看破 不能放下 这是什么原因 原因是对经论上 所讲的这些道理 四十真相 没有参透 知道有这么回事 但是不清楚 不明旧理 所以才产生 舍服 矛盾的现象 这个念头啊 总是转不过来 没有办法 把轮回心 转成 菩提心 或者像 《冷言经》上所讲的 常住真心 只要把轮回的忘心 转变成常住真心 这个人就超凡若甚 这个人在佛法里面讲的 就近泄脱了 这是佛法的殊胜处 祝佛如来 对于一切众生的期望 就在此 希望每一个众生都觉悟 希望每一个众生超越轮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